现如今,明星们也都是越来越全能了,既要傻得了酷,卖得了萌,还要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。 这不,又一档明星美食真人秀节目《星厨驾到》马上就要开播了。 3月27日,作为该节目第二季首发明星的张亮,刘云,贺君祥,新博青就来到上海与大家分享如何挑战自我,制作美食。 几位明星中,张亮的厨艺功底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,瞧瞧人家早已经跃跃欲试了。 我说张亮,咱们可别先忙着夸下海口,不然数据太多可不太好呀。 我说张亮,我说张亮,请举牌。 张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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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亮。 我说张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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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令人五少年就夸下海口, 张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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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确不是你。 张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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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,就是你。 为什么你引起大家的功分,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吗张亮?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大家在一起,然后见面的时候, 然后每个人都在说,为什么要去卡拉 为什么让张亮来? 我也很大,为什么要找你来? 说,因为张亮以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但是如果来这个节目的话,对他们压力会很大 然后他说,其中可以改个名字 一个叫江苏卫视,阿尔敏湘,干掉张亮 我觉得非常好啊,你来这边给大家一个动力 一个专业的厨师,然后被干掉之后,大家有多开心 但是后来我们在录制当中,我觉得就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,虽然是大家在竞争了 肯定是凭点头过血流,而且还有很多人都受伤了 然后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互相交流 据悉,除了以上四位明星之外 寻代理,艾拉,陈佳化,丁宇,朱丹,白凯南,王黎 也将成为明星选手,共同展开一段出王争霸 所以大家 faktiskt看下来,我们将来弓一段时间 太阳的神称,就去把蝶和兵治 好,我把蝶和兵取得虽然